童子们下班了 到超市里头来 我老公喜欢吃这样的 这个东西 这种牛肉 风干牛肉 天都黑了 一会儿工夫就黑了 我闺女今天晚上没有自习课 她就是做了实习就回来 今天晚上打算烧两个有机的鸡腿 看 他们这鸡腿可大了 不像我们国内一般都到这 它上面都带着 这是屁股 臀部 臀部不是那种蒸阿八经的鸡屁股 是那种 就是大锤 大锤根 小宝宝你来啦 你也从饭回来了 吃吧有猫娘 不吃呢 吃晚饭咯 这个鸡腿烧的现在是红烧 我同事说可以白煮 然后加生抽 对 对 这个是哈尔滨宾馆厂 是德国版的 嗯 卤水 然后配上我的大葱 对吃吧吃吧吃吧 看我老公 很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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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吃饱了 今天这午没吃饭 大葱全部被吃完了 这个皮扒掉了因为有点老 孩子 今天上班啊就是实习嘛 干活挺开心的吧 喵 太开心了 有个有两个小女孩 有小几岁包 哈哈 是我长得特别漂亮 啊 他就跑到你跟铁儿去吧 就跑到我们两个 嗨 都别吃饭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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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两个小女孩 跑到她面前去 跟她讲你长得好好看 你长得漂亮 嗨 现在已经马上九点钟了 我锅里头还在炖的汤 买的那个牛肉汤的牛肉 第一锅煮的水脏得要死 哎哟我的妈 直接把那个锅直接扑掉了 然后就看见那个血 就是煮出来的血块嘛 就散了那个血肠式的血块 啪啦啪啦到处都是脏死了 赶紧我又重新给她 洗了一遍再炖 要炖各把小时 为什么我今天炖呢 因为牛子明天吃 不然下了班 回来再炖 来不及 很多人会认为啊 你嫁到国外去了 你的生活肯定就是 飞上天了呀 享受日子了 德国像这边的话 他人特别严谨 他不单单是对所有的事情 男人也很严谨 女人也很严谨 小到什么细节呢 就是说 你家里头的一幅画 哪怕有一丁点斜掉了 哪怕只有0.01 那一点点的肉眼几乎看不见的 很神奇 德国人的眼睛好像带齿一样的 他能看得出来 而且像我们家这个看得特别严谨 就是他眼睛真的是 我老公的眼睛啊 真的是红外线扫描仪 因为他之前 跟他之前的工作是有关的 他们是生产的那种机械 那个螺丝刀啊 切的切割刀 就是挤 就是用头发丝 微米来形容的 所以他的眼睛特别近 还有一个就是说 你在德国之后就是说 你会发现啊 很多事情不是你想象的 到这里来 可能呢 第一次的时候 你刚来德国的时候 他会包容你很多 让你不懂的地方 因为你文化 语言 各个地方都有差异 他会生活习惯呀 还有就是饮食习惯呀 他会包容你一些 但是时间长了之后 他会推着你去 去做你自己能自力更生的事情 像最初的时候 我记得我那时候找家庭医生 都是我老公给我去找的 后来的话 他就是让你学习的语言 语言好了之后 所有的事情 他会让你自己亲力亲为 他们没有那种概念 当中就是啊 我会给你分担一点 你是我老婆 我要照顾你 怎么样 没有 我老公比我小 我老公比我大16岁呢 16岁啊 要是就像有的人会说了 啊16岁 他不把你捧在手心里疼啊 没有 没这个概念 因为德国女人 他们这里的女人 也特别人强 我婆婆啊 她家里头 我婆婆跟我公公离婚了啊 她家里头 所有的电器啊 她能自己修的 都自己修 一个81岁的老太太啊 没有请过人 就是说 不是说所有的东西 她都自己来 就是她自己能力范围的 能弄的 像换个灯泡啊 弄搬东西啊 他们这里的 喝的水啊 那个是玻璃瓶的 妈呀 这个重的不得了 就是哪怕我一个年轻的人 我搬的都吃力 更何况一个81岁的人 每次都这么搬 搬到地下室 地下室那个苔藓啊 因为长时间湿嘛 德国一开始都以为 这边会很干 其实错了 湿的不得了 长苔藓 那个苔藓是滑的呀 我每次都跟他讲 我说你一定要把这里 扫干净了 我说这个吓人的 我看你我都害怕 我都说你一定要累给点 人家老太太 就这么个样 而且人家老太太 不会说像我们在国内 就是有的 就移老卖老的那种 没有 我婆婆她们 能自己干的活 自己干 干不动的情况下 她也不会说 你给她干是必须的 她会问你一下 你愿意的情况下 就刚开始我来不适应了 因为我会觉得 啊 这个可不可以 那个可不可以 你可以帮我这个 那是不是我有选择权 我说不呢 那自然你也不可能说不 她会说 如果你想的话 你愿意的话 你乐意去做这个事情 我不会强迫你 你也可以说不 自然你说不 她也不会生气哦 不是说像我们那种嘴巴上 你可以吗那种 如果你说不 我会生气 没有 她们没有生气 这本来就是你 你有自己的选择权 你想做我就做 你不想做任何人的 强求不了力 这就是在这儿 还有一个 一开始我以为德国男人都很能很照顾人的 结果呢 错了 找个16岁的 还我得照顾她 现在我们家买菜 做饭 洗衣服 都是我 大叔卫生也是我 我不单单做好我的饭 我还给他做饭 因为他中午在公司里吃饭 他不想吃外面的 他想吃自己做的 也得是我做 还有就是有一点 德国男人的思维 跟咱中国男人的思维 还有咱中国女人的思维 不一样 就像去年 现在说起来是去年 12月1号开始下雪 雪下的大都不得了 我老公在家里头 他都没有说 我送送你 没有 我开着我的电动踏板车去的 他都没有说我送你 或者是那早上你起不来 那你晚上的时候 我快下班的时候 你就问老婆能不能去见你 没有 然后上次我发火了 我说 当我一个女人 不需要你男人的时候 我要你这男人干啥 对不对 你能不遮风党雨的 我要你干啥 我所有的事情 我都自己做了 我要你干什么 不要说你这个人 我图你啥 是不是 我生病 虽然你偶尔照顾我 但是你也分担不了我的 生病的那种痛苦 对不对 还有一个你说就是唯一的 他现在就是这个 这个能开个车 送送我 他都没有说 我发火了之后 我就跟他讲了 我怎么说的 我说 如果所有的事情都我自己来的话 那也行 那你的事情你也自己来 你也不要指望我给你做饭 不要给你洗衣服 咱们各归各的好不好 他一听 他说我认为你可以坐公交车去啊 因为大家都知道 德国人做事情很准时 但是在这个公共交通上面一点都不准时 是不是那个罢工 从今年一月份到现在 罢了五六四了 不是公交车就是地铁 不是地铁它有两个地铁 一个是地铁上面的 在上面开的 那个叫Uber 那个叫什么的 就是在底下开的 就是一个慢车 一个就是地铁形式的 一个是慢的一个快的 慢的今天是慢的罢 明天是快的罢 然后是公交车罢 德国铁路罢 飞机场罢工 都吓死人了 所以呢我也不愿意坐 因为我家到这儿挺近的 我只有五点几公里 六公里都不到 我开个这个的话 我速走就走 我还能拐个道 去买菜啥的 你说让我坐公交车 我走还得走过去 我走过去的话 车子在晚点 本来半个小时 我开个电动踏板就到家了 结果来回等一个小时 你说我能愿意吗 我不愿意啊 哪怕你送送我呢 怎么地呢 说过之后现在好了 我这人就是这样 我跟你说过一次 跟你说过两次 第三次我就不会跟你说了 所有的事情 我都会自己去做 像现在我约医生 我都自己去约 还有我闺女的医生 我也帮她约 还有一个就是 我现在在考家照了嘛 我考考家照的话 哎呀我就像老虎插上翅膀 真的 所以就是说这年头 不要说了在中国 男的靠不住 女的靠不住 靠自己 在国外更是 更要靠自己 你靠谁 靠墙 墙倒 靠山 三倒 是不是 只能靠自己 我觉得呢 一定要靠自己 虽然辛苦一点吧 有的时候也挺 挺气人的 为什么你是我的另一半 你都不帮我 在他们这里的女的 都是自力更生的 有的时候 你想想看 当你有一天 什么都会做的时候 咦 还能感谢她呢 咦 当初都幸亏你逼着我 我 是去年六月份考的德语的B1 因为在这长居下来 就是永居那里居住人 就像绿卡一样那种 你必须要考的B1 他逼着我呀 他怕我口语 口试 口语不好嘛 怕我口试的时候过不了 从五月份的开始 我们就是一直德语对话 之前我们拿到英语 德语对话 咦 他就逼着我 到现在咦 我适应了 德语了 我英语也要忘掉了 也没有彻底忘掉 就是一下子 张口不是英语了 张口都是德语 虽然我的语法不好 但是 咦 我的单词量多呀 大不了再拼一拼 凑一凑呗 拼拼拼拼拼又是一句话 只要你听得懂就行 上一次就上来周末 他发小他们一家来 咦 我发现我能听懂很多很多了 咦 这个语言再是这样子 你看他不逼着我的话 我是不是也听不懂 其实他不能24小时跟着我 很多时候都要我自己独自去处理 像去逛个街啥的 男人 德国男人怕逛街呀 就坐到外面等你 中国的男人还好一点 还能陪陪你的 德国男人真的是 我就坐在门口等你 或者是那个商场里头 有个座位 在那玩手机 你自己去吧 好了咱也不多说了 就是万事不要求人 靠自己是最好的 好了 咱们明天见吗 我要开始学习了 要靠自力更生了